驚人的黑雲几乎遮蔽半个天 还不断听到爆炸声 仿佛带着火焰的黑色龙卷风 印第安娜李奇蒙市的一处塑胶回收厂 周二晚间起火在风势助长下 占地14亿亩的工厂几乎全部陷入火海 已经烧了24小时还无法扑灭 火大到还能在卫星图上看得到 目前了解应该是一辆拖吊车起火 烧到旁边的回收厂 由于厂区堆满了塑胶废料 不但火烧不停还产生毒气 至少两千居民被迫撤离 消防队估计恐怕还要烧上好几天 才能完全灭火 对于当地大部分都属于劳动阶段的 居民来说现在只怕空气有毒 接下来是有家也归不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